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 欢迎大山格林讲师 为我们带来的演讲 第一次来上这个课 初级班 我现在已经跟过去的初级班不一样 我不把初级班当初级班 你们自己上网去补初级班的课 这讲正式的 因为很多人现在在想看台湾民政府的课 想了解最新状况怎么样 最新状况其实我们透过我们的官网 来 先上我们的官网 其实我们民政府有一个官网 我们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 中文版的官网的话 你上去看的话 它随时update最新的资料 希望大家每天有空都去官网上面看 我们最新最新的官网上面 出了两个中央新闻公告 因为有些人没有在上网 那我就直接在念给大家听 来 07年有两个公告 一个是台湾民政府中央新闻公告 接获美国高等法院书记官来函告知 被告中华民国要求原本10月6号 应该对台湾民政府答辩之事 请求顺言30天到11月7号 你知道中华民国是被告吗 第一次知道 第一次知道举手 你第一次哦 你不知道 没关系 初级班 中华民国是被告 被谁告 林政府加林志生博士基等 台湾民政府这些人一起去告 那谁有资格告 谁有资格告这就有学问哦 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告 你莫名其妙去告什么 你是什么身份才可以告中华民国 首先要搞清楚谁可以告 对不对 你如果是中华民国里面的 去告他不对嘛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有一个特殊身份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告中华民国 你就可以去告中华民国 是谁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两句话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们想透过占领 把台湾的主权给吃下来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两句话 把台湾的主权给吃下来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两句话 为什么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因为他们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想在台湾就地合法 所以这两句话 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 因为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在做的事情 就这两件事啊 包括宣布什么光复结议 有的没有到 一直到发身份证 发护照 这些都是在企图要流亡政府 要就地合法 过去的七十年哦 所以我们告美国跟中华民国 他们现在法院是被告啊 很明显啊 美国高等法院 Appear Court 之前是在地方法院 现在换到高等法院在告 可是台湾的媒体你看得到吗 这么大的事情 中华民国被告 没有人知道 那台湾有没有媒体自由 那就是没有媒体自由嘛 那所以美国那些什么 媒体的观察单位 说台湾有媒体自由是好笑的事情嘛 中华民国被告 居然在中华民国里面的媒体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去报导 要透过我们的官网宣布 所以大家想来看民政委的官网 就是这样子啊 台湾媒体 台湾整个里面所有的讯息 不让你知道的 在台湾民政委都可以让你知道 而且是事实可供 要从各位记者来查证的 所以最近我打电话给记者 讲这件事情 记者说 我会叉你的 我说为什么 病啊 未斗啊 以前在台湾任何的团体 被他这样子 搞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这样子下去 任何团体那么斗 对不对 政治人物也被搞烂搞臭 对不对 可是台湾就偏偏有这个团体 所以记者就讲 只有两个团体我们搞不到 搞不到的 也就是什么 AIT 他不敢去碰AIT 不敢去修理他们 另外什么 就是台湾民政府 好像就这两个团体 不是中华民国体系下的这些东西 单位可以处理的嘛 所以聂政部长都讲了嘛 有关于台湾民政委发的行照 要用外交方式来处理 外交欸 那不是很奇怪吗 当然他对了一点点 他只是他自圆其说的说法 因为他没办法处理 台湾民政府所发的证件 不是他能处理的 因为我们授权我们做的单位 也不是他能 远高过他的单位 因为中华民国是什么 台湾民政府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什么 是在美国国会通过的 台湾关系法底下所成立AIT 下面的台湾治理当局 在这次法院宣布以后 他叫中国台湾当局 那我们是什么 是美国军政府底下的台湾民政府 我们的全民很清楚 你们进来哪里上课要先搞清楚 台湾民政府的全民是什么 台湾澎湖列岛美国民政府 有美国欸 省略掉欸 因为省略了美国 所以很多台湾人搞不清楚 以为我们台湾民政府 是台湾人自己 从下而上自己形成的组织 不是的 我们从上而下下来的 上而下是什么 任何一个团体组织 有他的组织 谁帮他成立 他要跟谁负责 对不对 就像你中华民国体系下的民进党 不管什么党 要跟中华民国的体系去登记 你是他这个系统底下的政党 那你就受他的政党法规范 你如果不是这里面的话 那就当然不受他规范 台湾民政府绝对 根本就不需要 反而是中华民国要跟我们登记 你这观念要重新想过了 那为什么要跟我们登记 我们是什么身份 可以要求他跟我们登记 你要知道 我刚才讲 台湾澎湖列岛美国军政府 那美国是什么单位 美国就是所谓中华民国 代理占领者的头子 是美国叫他来的 那美国另外单位出现在 台湾的时候他能怎么样 他当然不能怎么样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我们上面是美国军政统 美国军政统上面是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防部上面是美国总统 不同的命令体系 不同的系统不同的制度 对中华民国最近启动 他们要窃听的系统 要知道什么 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 有什么用没有用啦 你窃听有什么 可以听到 我在那边直接讲 不用窃听啦 直接白白的讲给你听 我们在美国做什么事情 来 美利坚和中国也有相同要求 在征求台湾民政府 和代表律师首肯后 已经同意两个被告之请求 特此通知所有台湾民政府 台湾民政府 中央办公室 是中央办公室的新闻 然后我们又另外一个单位 中央外务处新闻公告 台湾民政府外务处代表团 已于美国时间 在美国有关职论 在美国有关职论 将于谈判结束以后 公布台湾民政府的中央办公室 我跟你讲 我們有一個代表團在美國 現在 目前 現在 在跟美國的各個單位在談判 有軍方單位 有情治的單位 有國務院系統 都有 全部一起來 中華民國 你搓的蛋 你監梯沒有用的 我現在已經講白了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 你要破壞可以隨時來破壞 你們神通廣大 如果到美國去的話 試試看 我們在美國的代表團 陣容龐大 每一個都是學有專精的 在討論什麼事 討論接收事宜 台灣民政府將是未來在台灣治理的當局 就是台灣民政府 被佔領地的要有一個單位 那叫台灣民政府 經過這次機身份 我待會跟你講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對不對 那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叫做台灣民政府 現在那個東西知道嗎 那個東西很奇怪喔 中國有一句話很好笑 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對不對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本來就不是人都是豬嘛 豬照鏡子裡面看到也是豬嘛 對不對 所以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那你把中華民國放在鏡子前面看是什麼 看到鬼啊 對不對 看到鬼啊 真的是看到鬼 你把中華民國放在鏡子前面就看到鬼了 規境館啊 請問中華民國的首都在哪裡 南京啊 中華民國的領土在哪裡 金門馬祖嘛 台灣不是他的喔 你不要弄錯囉 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在哪裡 在美國 你不要以為現在有一個外交部在這邊喔 這次出席我們的訴訟案 是中華民國外交部代為出席耶 我不曉得這個中華民國體系怎麼運作的 但是他們 就有一個方法 就有一個很特殊的單位 跑出來接受這個訴訟耶 你們可以去研究喔 如果記者想要有興趣研究 我在這邊就停在這邊不要講太多 所以中華民國是個 到處都有亂擊吧 他居然還跑一個假的政府放在台灣 宣稱這是中華民國 憲法還保著拿台灣來想要企圖在這個島上面用 是很好笑的事情喔 中華民國有沒有這個國家 我剛才不是說照鏡子裡外都是鬼嗎 看到鬼啊 它是鬼境管 為什麼是鬼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那個小國不賺喔 主要國家沒有一個人在承認中華民國 小一個國家看見鬼怕到喔 不得不承認它 或者拿到什麼好處 被鬼去塞人去承認它 但是 世界主要國家 沒有人在承認 包括美國國務院 都出來講了好幾次 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是一個國家 對不對 都不是一個國家喔 很明顯嘛 它是一個鬼政權 它號稱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但實際上不是 它本質是一個治理當局 不可以號稱 超過它的那個東西 那為什麼講鬼政權 離開它原來的身體 叫做鬼 對不對 是不是啊 人死而逼 鬼就是離開它原來的身體 叫做鬼嘛 流亡到哪裡 叫台灣 台灣不是它的身體啊 是不是 所以叫鬼政權 那鬼用什麼東西把它趕走 那鬼用什麼東西把它趕走 見光就死嘛 對不對 它是代表黑暗嘛 那什麼是光 法律啊 法理啊 真理啊 這種東西把它掀出來以後 鬼就要跑掉了 中央外務處新聞公告 我們在美國有一個 前一陣子我們還發表一個很有趣 再往下看一下 我跟你講 光是看我們官網裡面的每一則新聞 就已經很精彩 我如果每一個跟你解釋很清楚 台灣時間嘛 就不用上了 就講這個就好了 但是我不要 我還是大概的點到代出就好了 這個是在 總統大選辯論的時候 出現在他們的examiner上面的廣告 Banner 那同時它也出現在examiner 就是華盛頓的一個叫觀察家雜誌 它是屬於外交專門的雜誌 看的人跟一般看報紙是不一樣 看一般看報紙是一般general public 一般大眾在看 可是這個examiner就很特殊 它是屬於國際外交專門 在DC這個地方人很想看的一個雜誌 因為它裡面很專業的報導 你們去看的內容就知道了 它不是一般人看得懂的 蠻深的 然後這裡面 在它的官網裡面 它的Banner 在總統大選辯論討論的時候 這一張是沒有抓對 居然跑出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宣傳的廣告 再往下看一下 你看這是不是 就是我們在網路直播的時候 我們在網路直播的時候 我們的廣告跑出來 網路直播的時候 我們的廣告跑出來 然後再往下看 你看我們全版的廣告 華盛頓的examiner 來再往下看 我們看一下全部 先看一下全部 我們再拉到上面去看 來這是我們的廣告 這廣告放在哪裡 就那個雜誌 放在哪裡 最後一頁全部都是 封面當然是它的封面 一翻到背面 全部都是 相當的不便宜 先講 來 那這個廣告內容是什麼 介紹一下 來從左上角看一下 當然圖 你知道說 從超大標往外看 World War II ended 71 years ago 二次世界大戰 七十一年前已經結束了 是時候到了 是讓台灣決定它未來的時候 這句話有點深 你們光聽可能聽不懂 我待會經過解釋 來再往下看 來再往下演一演 然後下面 這中間有個敘述 我就不講那細節 然後中間這一段 是台灣的歷史 你看從外國人看台灣歷史 跟台灣人 跟中華民國系統 要教你的歷史 是不一樣 我們今天上的課程 是台灣史結馬 那你看外國人怎麼看台灣史 你看 1662年之前不管 1662年開始 Naterland 荷蘭人 再來1683年 China 1895年 Japan 再來1846年 戰後 United States Airline Victory 1951年 Peace Treaty 不像以前 你在中華美國體系 好像只有它 對不對 好像過去歷史 台灣歷史都是它的 沒有啊 更早一點 荷蘭人 還早以前 四萬年的台灣人 住了這個土地 直到最近幾個世紀 才開始有所謂 外來者進來 這外來者是誰 荷蘭人 大清帝國的人 日本人 美國人 我們要有正確的史觀 要先從timeline 時間軸上面去看清楚 比起四萬年 這幾百年不算什麼 可是中國人來之後 交到你的歷史 把中國的歷史無限放大 那你覺得 好像過去都是中國人 我們的中國人 後代一樣 結果根本就不是 好 來 然後在這個敘述裡面 最下面有一句 很重要的話 好 再講一次 這句話 我相信 這句話 我相信 一出來 美國人 的眼中 在所有的 華盛頓那邊 政治人物一翻開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是美國在亞洲 最重要 可相信的夥伴 這時候出現這句話 很有意思 當亞洲其他國家 在那邊突出的時候 比如菲律賓總統說 我們現在要跟 停止跟美國軍演了 我們要引進中國 跟俄羅斯的勢力 我們要租給他120年 在亞洲很多國家 在那邊跟美國 商討的時候 台灣民政府 居然講出這句話 當蔡英文 開始設熊山 蔡英文開始跟美國 你知道這件事情 講這個可能 初級半不知道 蔡英文最近做了 很多荒唐的事情 包括什麼 對美國宣戰 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我拋一拋你 美國對 知道 我們回到 我拋一拋你 我給他看 蔡英文對美國 你問我 我的PowerPoint好像 最後去掉 最近蔡英文在接受 來我們看我們的PowerPoint 我看上面有沒有那個 我可以按嗎 你讓我按一下 我還找找看那個東西 我來看看有沒有 蔡英文宣戰的部分 沒有喔 蔡英文宣戰的沒有在這邊 沒關係 幫我回到首頁 第一頁 幫我回到第一頁 等一下奇怪 蔡英文宣戰的怎麼沒有在這邊 好 沒關係 我截止給你聽好 直接回到我的PowerPoint的第一頁 蔡英文最近是不是接受 《華盛頓郵報》的專訪 《華盛頓郵報》的專訪 《華盛頓郵報》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嗎 這是新聞都知道 那記者在問他說 你說蔡英文跟《華盛頓郵報》 記者講了什麼話 我們是有軍隊 我們是有民主制度選舉出來的 我們可以為自己決定我們的未來 當著美國做講的話 我那時候講過 那叫台獨對不對 美國人講過台獨代表戰爭 所以當你跟美國嗆這句話 在他們的報紙 《華盛頓郵報》上面嗆說 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可以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的時候 你是不是等同跟美國講說 那就戰爭吧 是不是 那所以宣戰嘛 對不對 當然美國不會把你當一回事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那個能力 你跟他爭也沒效嘛 但是那是一回事 他有宣戰 對不對 蔡英文最近又再一次 跟另外一個國家有宣戰 是哪個地方 中國 他宣戰什麼 他講什麼 他在哪一個報紙 你們知道 他最近接受另外一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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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人知道 蔡英文接受哪個報紙的訪問 不是紐約書 是New York Times嗎 他講什麼 他對中國宣戰 對不對 台灣絕對不會屈服中國的武力威脅底下 最近中國要威脅台灣做什麼 中華民國做什麼 我們先把中華民國跟台灣這兩個東西要分開 不要混在一起講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那個冷氣可不可以開稍微強一點 蔡英文現在是不是所謂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中國希望他接受九二公司 對不對 然後他拒絕 他說我不會屈服你的壓力 我要聽人民的聲音 人民絕對不容許我這樣做 那言下之意的意思就是說 中華民國跟你中華人民跟我們沒有關係 九二公司是什麼 兩邊同屬一中 只有一個中國 事實上也的確一個中國 全世界大家也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是你蔡英文這個中華民國不願意 好好乖乖的當你的台灣 中國台灣當局 想要自己自成一格 對不對 那等於宣佈獨立 對中國來講 這也是宣戰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蔡英文好大膽子 對美國宣戰 沒多久又對台灣宣戰 你知道他做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什麼動作 就是台獨勢力一直以來在做的動作 我那時候講 台灣人如果要獨立的話 要做幾個動作 雖然他做錯 因為他認知錯誤 你首先要對美國宣戰 為什麼 台灣是美國在佔領的 你要跟他打一仗 把美國打敗喔 第二個你要跟誰去宣戰 不是中國喔 是日本 為什麼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你要跟主權 就像美國那時候對誰 英國宣戰嘛 殖民地要獨立起來 要宣戰 要打戰 台灣這個土地 本來是日本天皇的啊 你變成要打敗美國 又要打日本 然後要防堵中國 哇 你台島的這人命好大喔 可以打三邊耶 三個大國都沒打敗咧 你才可以獨立咧 你要送多少小孩子 我告訴你 發台島的 基本上都是一群老人 真的打仗的時候 他們根本不用吹 他只能出一支吹而已 還是叫年輕人去死 你知道嗎 頭腦他們都從來沒有把整件 你想清楚 這代表什麼意義 但是人家 你這樣發 人家也不把你當一回事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人家就把你當這個小子 這樣去處理就好了 知道嗎 這整件事情 所以 就好像針掉到海裡面 沒有人把你當一回事 你發你發送 但是發送的 接下去是什麼 要清醒過來囉 爽過了以後 激情過後怎麼樣 冷靜一下的時候 發覺一件事情 台灣的錢都被掏空了 然後你 You cannot do anything 蔡英文政府 你最近連續 報的這些金融的東西 都是大幾千億的幾乎上兆的錢 在外移台灣 你要不要好好處理 你的幾個勞退 各種基金 到底現在還剩多少錢 你要不要好好去查這件事情 不要新聞報了你才去處理 你可以主動來問問看 在台灣到底還剩下多少錢 可以被你所操作 一方面裡面是空殼 在外面又到四處宣揚 說他要做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你這個中華民國 抓到鏡子裡面去照鏡子的時候 豬霸界照鏡子裡外都不是人 台灣這一局很清楚 現在每一個人他的位置都站好了 在戲要上演之前 每一個人的位置 每一個人的角色都分配好了 之前我們有點擔心 台灣民政黨之前擔心是什麼 怕說你民政黨知道了什麼 又要開始變什麼拐 後來發覺他們乖乖的去選舉 也乖乖的繼承了中華民國這個系統 乖乖的當了所謂中華民國的總統之後 我們知道你的位置已經定了 你的位置已經決定了 決定以後就每個人都是他的角色 從現在開始 每個人扮演他好他的角色 中國人扮演中國人的角色 中國在台灣的 國民黨那個已經被消瘋了對不對 他不會不見 他還會在 但他的角色已經確定了 台灣人去承接那個中華民國的殼 這群人他的位置也定了 台灣民政的位置也很清楚在這邊定了 當戲要開演之前 每一個人的角色都站好了 接下去就每個人按照自己 所分配到的角色 好好把這個出戲演完 台灣人你要看戲 就看就好了 你要壓不對倒的話 接下去的後果會不堪設想 先講到這邊 那這個是什麼 到底要被打臉多少次才會清醒 這句話前面要加 後面也要加 加什麼 中華民國到底要被打臉多少次 台灣人才會清醒過來 趙豐金色喜前岸 蔡英文講了一句話 他說 怎麼這件事情沒辦法處理 你們處理的人是叫做 荒腔走板匪夷所思 有沒有 那時候總統講這句話對不對 他看那個狀況是這樣子 其實齁 蔡英文 你對美宣戰 對忠罕獨立 你一意孤行 最後會萬劫不復 我在這邊演講 很多人在聽 那這個就代表 給 很多台灣人去跟他講的 蔡英文 說到這個 最近齁 其實我有很多的好朋友 那 長期以來是支持民進黨的這些人 他也知道民政府講的喔 可是他說 你們沒辦法 我們馬上要去選總統 所以他就回去 就忘記我們 就直接支持蔡英文總統 後來也選總統 最近跑來找我 那你後來 那都沒效了 我說我以前就跟你說 那沒效了 為什麼你要跟著他繼續去選 選到這麼 他選這很爽啊 你看我們總算當選了 國會也是多數 總統也是我們 每個都我們的 我們現在 in charge 整個台灣的教育是我們在控制 結果呢 控制個什麼東西啊 美國只會隨便丟兩個功課給你去做 你就做不來啦 丟什麼功課 趙鋒金啊 趙鋒金那一起前 是美國那邊 爆出來給你台灣的耶 結果台灣人的媒體 收到這個訊息 一開始很震撼對不對 可是慢慢你就發覺 開始在那邊摸來摸去了 摸到最後這件事情好像 似乎幾乎都快消失掉了對不對 美國人受不了了 最後什麼 把趙鋒金的那個報告 美國的那個 國學局的那個報告 他們那個稅務單位 就查這個東西的那個單位 做成中文的翻譯本 公佈出來 因為台灣最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美國講什麼話 明明講台灣 這邊就要給它翻成中華民國 明明講中華民國 就給它翻成台灣 就隨便在玩 明明講China 它就變成大陸 有沒有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講大陸這個東西 歷來民進入料 我們不講大陸 世界沒有一個大陸 有非洲大陸 歐亞大陸 什麼叫大陸 大陸是指哪裡 沒有這個地方 大陸是叫Continental Continental 澳洲也有大陸 你在講什麼東西 那就是潛移默化 對台灣人要say now的方法 叫你講大陸 明明世界上就有一個中國 叫做People of Republic China 就中國 你就還好好的給它講中國兩個字 你講不出來 這麼辛苦 這麼難講 偏偏還要再加一個大陸 中國就是中國 沒有什麼中國大陸這個國家 就叫中國 人家有全民 你要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沒有很多媒體都講 大陸去大陸 去中國經商 所以這種文字上的操弄 是在台灣的媒體最會的 美國實在是看不下去 明明趙鋒進來這麼清楚的事情 你台灣都利用這種翻譯上面的誤導 讓台灣人不覺得這件事情有多嚴重 所以他乾脆把中文翻譯版 直接就公諸於世 直接要去看你怎麼去亂翻 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件事情 到底被打臉多少次 每一次打臉在打什麼 中華民國這個系統有問題 不斷的跟你講 台灣人這個系統有問題 這個系統已經崩盤了 人家錢已經往外在挪了 掏空了 我以前跟台灣人說很多 說比較聰明的人是怎樣 集行走 人再走 普通聰明的人 集到人再走 去走到也走到 待會兒去發生到 比較聰明的人 看了 不ost 你吃飽的 先整理一下 我們不ペシ 不瘓 有 Neckt 沒得失 trust 香港人 如果中國人 必然 archives 人們 lest 雕咬 錢都掏空啊 你還在玩什麼東西 印鈔票嗎 不斷的印嗎 這個是詩蘭琪 以前還在講說 最近還在講喔 對不對 中華民國體制還用台灣叫入聯 對不對 詩蘭琪說不可能啊 入聯機會零 你不要再撞牆 李大輝講這個東西 等一下 我現在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們心裡要有一個概念 一種叫做實 一個叫做虛 實 虛 什麼是虛 什麼是實 當然在這個階段裡面 要看政治的發展 你要看什麼是實的 什麼是虛的 實的會越來越結實 虛的就越來越黑了 來 虛更虛 實就更實 誰會更實 台灣民進戶會越來越結實 虛 中華民國這個流氓政府的體系會越來越虛 怎麼看它的虛 李大維回答說 在台灣當外交官 如果你不樂觀的話 老早就得憂鬱症了 有沒有 最近他講的 對不對 是不是 他回答外交委員會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時候 他回答內容是這個 可是我要給他修改 在台灣要當ROC的外交官 如果你不阿Q到底的話 你就老早就得瘋掉了 你知道嗎 他是在台灣當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你現在外交部是台灣外交部還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你告訴我 你看你們打不出來 對啊 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台灣有沒有外交部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國家哪裡來的外交部 中華民國也不應該有 可是他是繼承以前的 流氓之前的外交部延續到今天 所以他是在台灣當ROC 就是Republic China 流氓政府的外交官 如果你不阿Q 什麼叫阿Q 中國人最阿Q 外面世界發生什麼他都不管 什麼東西要不要解釋人對自己有利 是好的 他就幻想在自己幻想的世界裡面 覺得everything is fine 那叫阿Q 如果你不阿Q到底的話 老早就得瘋掉了 現在在台灣發生的所有事情 台灣人還不瘋 很奇怪 現在台灣碰到發生的所有事情 台灣人的邏輯如果清楚的話 應該老早就瘋掉了 是哪裡出的狀況 哪裡不對 台灣人不會去想 說過日子就好 外交部長李大維 昨天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表現 現階段沒有以台灣名義 加入聯合國的可能性 他不願意看外交部同仁 把時間跟精力放在 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上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 他講的是老實話 對不對 不可能的任務 他不想浪費精力 那什麼是可能的任務 什麼是不可能的任務 要入聯不可能 他就繼續以過去的模式 苟眼殘船下去 叫做可能的事情 就叫做實質外交 其實沒有外交 那我要講這個的話 初級班可能會講 稍微不要那麼深一點 基本上 所謂的中華民國外交部 是過去所謂的冷戰時期 就是美國要對付 共產中國進來的產物 要延續下去 他希望延續下去 但是我跟你講 整個亞洲形勢已經在改了 已經是不是以前 尼克森 基辛吉那個時代的 美中關係 那新的Paradigm 未來的 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 讓他迫使他 要重新定義台灣是什麼 在新的定義裡面 舊的單位就要消失 新的單位就要成立 舊的單位就是以前 說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台灣治理當局 中國台灣治理當局 在新的系統裡面 叫做台灣民政府 才能承接未來的美國 在全球上的角色的佈局 向中國進入 你怎麼知道 然後認為 要繼續補這個 ROC要被打臉多少次 台灣人才會清醒 另外一個 柬埔寨最近 有沒有 把台灣人又抓去 抓去中國了 你知道這件事情 有趣的是什麼 與中國搶人 外交部註銷 肯牙五個台灣人的護照 你們知道這個消息嗎 不知道 出去不安 來 我念一下 192016年8月7號 自由時報即時新聞 先前在肯亞犯下電信照片 五名台籍先犯 獲判無罪之後 為了避免遭到遣送中國 外交部表示已經註銷他們的護照 是不是很好笑 你這樣換成美國就好了 美國有人在新加坡被抓 法院宣判無效之後 美國註銷美國人的幾個護照 荒唐啊 那表示是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要註銷人家護照 什麼叫註銷 就是你這護照無效的意思 好端端的為什麼他的護照無效 理由是什麼 他怕這些人被抓到中國去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說你如果註銷護照的話 這些人就不會被送到中國嗎 那為什麼你不註銷護照這些人要被送到中國 他又不能怎麼樣 就表示中華民國護照就等於中國護照嘛 是不是 他註銷就讓他不是中國人嘛 藉著機會 通知移民局五名台灣嫌犯的護照已經註銷 只發給他們僅能返回台灣的入國證明書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你拿中華民國護照 你在國外旅行 你最好不要出事 你一出事犯了罪 抓起來遣送回去就是中國 因為你中華民國護照就是中國護照 唯一核保代表中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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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當然是往那個地方送啊 全世界只承認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兩個中國 兩個中國是你自己說的 所以外交部做這種很荒唐的事情 自公 自己把自己的護照給註銷掉 唯一抵抗你 臺灣人看著的新聞 還看不見 是不是很好笑 來 再來 最近也撤大使館 一年多以前 一月一號 雙嚮嚴格升旗典禮 是不是被國務院打槍 打槍什麼 他講什麼 第一個 美國國務院說 我不知道也沒有批准 在雙嚮嚴格升旗 居然沒有智慧美國 不僅沒有智慧 他們是sneaky in 我跟你講 在裡面升起那些軍官 外面穿便服 帶著他軍服 偷偷地跑進雙架園裡面 把軍服換上 然後大家列隊在那邊升起 唱國歌 感動得落淚 不到幾個小時 美國國務院電話就通知來 搞什麼東西啊你們 對不對 馬上就道歉 也沒有批准 第二個 我們對該行動非常的失望 也向台北和華盛頓台灣資深官員 提出嚴正的關切 那時候外交部長是沈宇勳 駐美代表是沈宇勳 我們希望台灣確保這類事情不會再發生 你如果是一個國家 會被人家這樣羞辱到底嗎 徹徹底底的被羞辱 對不對 馬上來 最近一直有台灣的人 聽到那個消息說 中華美國護照不能進聯合國對不對 對 有的人就去試 果然不能進去 最後蘋果日報說 這個新聞要報一下 到底真的還假的 我記者自己去求證 結果蘋果日報記者 自己到聯合國的總部前面 還錄了一段影片 你們上網看YouTube就有了 被拒絕嘛 警衛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 荒唐 我們不可能接觸這種東西 記者說 沒有辦法我幾年前就拿這個 是 幾年前真的 那時候拿中華民國護照 可以進聯合國去參觀 沒有錯 他也沒講錯 可是為什麼最近又不行 因為台灣民眾 告了啊 對不對 我們一告了之後 什麼事情就浮上檯面呢 反而 可是這個蘋果日報記者 沒有進到記者的專頁 做事情只做一半 報導只報一半 你一方面證明了中華民國護照 不能進聯合國 可是你也要報 台灣民政務的身份證 可以進聯合國啊 是不是 這才叫做專業報導嘛 對不對 要平衡報導嘛 你一方面報那個總部報 台灣民政務的身份證 可以進聯合國 這要報一下 那不敢嘛 所以台灣到底有沒有 新聞自由 媒體自由 沒有嘛 所以我們同意自己跑到聯合國 拍一段影片 把它做紀錄 再來什麼ICA 我跟妳講喔 最近是不是講那個 民航組織的那個機構不能進去 是不是也是鬧得沸沸揚揚 之前信誓旦旦說 我們都是抱著希望想要進去 最後被打槍 他說我們很遺憾 遺憾也沒有用啊 中國外交部官員 直接跟蔡英文講什麼 你要想想為什麼幾年前你可以 你現在不可以 在滿意九任內要承認九二共識啊 你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所以他讓你去啊 你拿到Invitation上面寫 Chinese Taipei不是嗎 叫做中華台北啊 中華台北 你不要不要再變台灣人喔 就是中國台北流亡政府 中國流亡政府在台北的意思 所以不要再玩文字遊戲了 那叫做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後面不會寫台灣喔 可是他就要想辦法用台灣 因為中華美國拿不出去 他就想換台灣的名字 像這個可不可以就混進去 也是跟你講也是不可能的 然後包括什麼 你去聯合國的會旗 你也知道那個就是難民旗嘛 對不對 沒有一個國家不能拿國旗 只能拿一個奧運的會旗進去的 那最近新成立有一個難民隊嘛 敘利亞或者這些難民 那聯合國覺得他們 覺得他們很可憐 就說成立一個難民隊 因為他們國家戰亂 或什麼有非洲國家 也有中東國家 就給他們一隊參加 那對對進去的時候 也要進場也要跟人家一樣拿起進場 就發給他一個奧運會會旗 結果進去會場的時候 發現怎麼另外也有一隊拿會旗 那叫做中華台北 也是拿奧運會會旗 因為中華台北應該去抗議 先拿的是我們 你要加入我們這隊才對 都是難民隊 所以不要拿強益是台北很高興 最近教廷那個東西 這什麼玉琳直接質問 我們范蒂岡到底會不會斷交 李大偉樂觀肯定的回應 目前不會 過去oh 這個街上要交他 sót 他們不想直接講 講目前不會 這句話能聽嗎 那叫外交辞令 那我那时候在看到这个时候 我就跟教廷建议 教廷你既然是基督教的组织 对不对 号称全球的天主教廷 你在法后司令 那你就要坚持一个基督教很重要的原则 叫做真理 对不对 只相信真理 虚假的不可以相信 那我们就建议教廷 对这个虚假的 它不是个国家 它是流亡政府 我们也叫你说不要跟他们有关系 但是你要把关系厘清 因为全世界只有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 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不管他接不接受你直接任命的红衣主教 或者是那个都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在这个所谓对事情真理 到底中华民国是什么单位 它叫做流亡政府 它并不能代表中国 所以你要把这个位阶降到流亡政府的身份 我没有说教廷不能跟流亡政府继续交往 可以啊 那你要把所有的流亡政府放在流亡政府该有的位置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国家来处理 所以教廷最近是不是号称换了地方 对不对 我说说那立法委员去咨询 教廷为什么换地方 问了很多问题 我跟你讲 应该要降格 降到说这是驻流亡政府的单位 这才叫说 基督教的宗教里面对真理的坚持 这是事实啊 我们陈述是事实 所以你来明记户 我们只跟你讲几件事情 什么是历史上的事实 什么是科学的证据 什么是历史上的文件 什么是逻辑推理 就这么简单几件事情 那你们自己可以去下判断 没有在诉求 然后这个东西又得到实证 是什么 我们直接在美国DC 就是告了中华美国 我跟你讲 前一阵子 有民进党的人来跟我谈 讲了很多 他说他对台湾未来的愿景 台湾该怎么样 结果我听了他讲一个小时之后 我回到一句话 你说的都是虚的 我们说的都是失的 你讲在中华美国体系 要做什么事情 那都是虚的 什么在体制内改革 都是虚的 我们讲都是实的 他就说 怎么说你是实的 他就说我们的确 在法院里面告就是实的 你如果虚的东西 是不可能拿到法院 对不对 政治是什么 把事情弄模糊 人才可以上下其手 获得好处 但是在法院里面 是把事情厘清 你能带到法院的东西 只有什么 证据嘛 事实嘛 清楚的逻辑推理嘛 清楚的论述嘛 对不对 更何况你要到美国的法院 去告这件事情 更是非同小可 所以能够到法院去告 可以用台湾这种的名字去告 表示你是实的嘛 对不对 可是你在台湾不敢拍代表 你只能回应这件事情 你是虚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中华美国 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你是虚的 你民政党用人的核 还想要做什么 那个核还不是台湾人的核 那是中国人带过来的核 要去拿来当做自己的东西穿上去 虚的更虚 实的更实 我们来看台湾民政有多实 来 法律诉讼控告USA跟RLC 对不对 在美国法律诉讼 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随便可以告的 你如果的 告出的内容是什么很重要 对不对 你只要台湾民政会 告米国 告中华民国 告他什么你知道吗 我们有告 告什么 你们要知道啊 我们有告 那告什么东西 你告标地乎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你要先搞清楚 我们告一件事情 很简单 你可以告一大堆理由 什么军人在 不合法的征兵 人死在里面 你可以去告 你可以告 中华民国发的 什么东西是怎么样 你可以告一大堆东西 可是 什么东西是关键 你要告什么东西 就会让中华民国 整个崩盘 这就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只告一件事情 就是很重要 一切不谈 因为这个俄制造成 这是组织的 那两个人 就取代它 可是 中国人 都代替他们开枕 所以当 идет 但是 你那一切世界 他光復什麼 回到中華民國裡面 中華民國是早於 台灣變日本的一部分嗎 你懂我的時間嗎 當台灣人還是日本人的時候 中華民國還沒有成立 那你怎麼就恢復中華民國的身份了 是不是很荒唐 可是曾以用行政命令 全部集體的把台灣人的身份給換掉 所以從此以後都是中華民國人 發你國民身份證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改變了我們 然後發你護照 讓你拿中華民國護照出國對不對 改變我們的身份 發我們護照 這兩個東西都是一個主權的代表 當中華民國不擁有台灣的主權的時候 你憑什麼以主權國家的名義 對於住在這塊島上的人發行這個東西 你等於是改變人家國籍 在國際法上面 你一個人的國籍不能隨便剝奪 也不能隨便換掉 除非你自願 即便你犯罪 即便你今天殺人放火 死刑犯 關在監牢裡面 被執行槍決那一剎那 他的國籍也不能被剝奪掉 你知道嗎 國籍是個人在一起的 就好像歷史下面人 可以幫你剝奪 不可以的 但是他竟然用一個行政命令 把台灣人整體集體的歸後 所有的人都改變國籍 所以我們法院在訴訟的過程當中 發生一件事情 我們知道更多的事情 行政命令後面要有權威對不對 誰叫他發這個命令 後來我們去查 要有國家等級的單位才可以做這種事 他知道說原來是南京政府外交部 那時候還在中國 南京政府下命令叫陳怡在這邊 不是外交部 南京政府下命令叫陳怡 發布行政命令 改變台灣人的國籍 你一個國家可不可以改變另外一個國家人的國籍 就下一個命令 美國打擊伊拉克可不可以宣布說 伊拉克人民全部換國籍 當然不可以 不會成立 你憑什麼去改變人家的國籍 另外一個國的人 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中華民國可以改變所有中國人的國籍 你不就統一了嗎 從今天開始以後 所有中華人民共和民族 恢復中華民國國籍 兩岸就統一了 你中國人的統一 不是一下就是 用行政命令就可以解決嗎 這個不行 當然更是荒唐 而且是中國人改變日本人的國籍 是不是更好笑 中國人把所有的日本國籍 改成中華民國 當然這不會成立 這個東西 這個訴訟案一提出來以後 所以他能講一些奇怪怪的話 你知道他們的代表 律師對外講什麼 我改的時候他也沒有反對 這句話這麼好笑 在法院裡面回答 律師的質問的時候 對方的回答是 我們改變國籍的時候 他也沒有反對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聽起來像不像詐騙集團這樣的話 在法院裡面偏了他們 然後他問自行欺負到她的 那姓竟點 例如說我昂貴一百萬 你跟我說你笑的 不理我 這件事情就OK了 你就走掉了 但是你如果相信說 對喔 真的喔 趕快去欠一百萬 交給我了 是不是這個詐騙行為就產生了 我騙你 你當真 你真把錢給我是不是就被騙了 是不是整個詐騙已經就成立了 台灣人當初就是人家騙你 你真的相信 我現在回歸祖國 我真的是中國人 真的啊 你當時的台灣人真的快要命 但是我要替當時的台灣人講幾句話 你說的是一部分對 但是一部分台灣人都被嚇怕了 第一個我們戰敗 等著被人家欺負 你知道嗎 被佔領地的百姓是很可憐的 他根本不敢往上看 頭都是低低的 上面的人那個佔領軍一來 要命令你做什麼做什麼呢 只是仰賴人家的恩典 你才可以存活下來 對不對 被佔領地的百姓都是這樣子 人家要燒殺 掳掠 強姦 因為你已經輸掉了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唯一知道一件事情 即使是戰敗的地方 也有戰爭法在保護 可是以前導演人們不知道 所以就乖乖人家給你什麼 就做什麼 所以被人家任由人家玩 任由中華民國流行政 有騙你說光復節 任由人家發你身份證 你就變那種人了 當然中華民國做這種事情 後面有幾個國家要負責任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告 美利堅共和國 合眾國的原因 你美國是誰人 是台灣最愛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說中華民國做的跟我們無關 怎麼會沒有關係 你的代理人做的事情 你也有責任 對不對 所以我們被告是這個 再來我們今天不講那麼多 成立台灣民政府 我們在DC在台北成立台灣民政府 美國人幫我們 以前的台灣人怎麼知道 要成立民政府 在那之前沒有人知道 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什麼政黨組織 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什麼叫民政府 都不知道 民政府是被佔領地的百姓 成立的 有關於民事方面的政府 一個叫軍政府 一個叫民政府 被佔領地 發行身份證 車牌 也是一個宣誓 身份證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自己發身份證 可以 但是沒有用 對不對 你可以說 這是我自己成立的國家 我自己發身份證 你自己開心就好 對吧 可是沒有人會承認你 人家把你當瘋子 可是台灣民政府發身份證的話 為什麼中華民國 這個系統這麼緊張 我們要求是什麼 我們要求說 你要把日本時代 我們那時候戶籍 你的父母親 阿公阿嬤那一代 在台灣 那時候大日本帝國裡面 有戶籍的人 你要證明你是他的後代 你就可以申請我們的身份證 裡面會寫一個TW 就確認你是 這大日本帝國人的後代 當然其他人也可以申請 但是上面註記的是不一樣 那為什麼這個身份證很重要 我先跟你講 證明你是大日本帝國的後代 才可以按照戰爭法 來獲得應有的保護 所以這個身份證明很重要 可是問題是 你這個身份證 你自己印得高興嗎 當然不是 我們那個身份證 來 可不可以翻我們的身份證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今年的8月1號 已經不再發放 以後要拿這個身份證可以 要到趨公所去領 但是之前拿叫做革命先行者 那意義不一樣 來我們先看我們的身份證 民主長那個身份證 那個首頁跟他的背面 我特別是要看背面的地方 來你先找身份證 找到的時候幫我PO上來 PO上來給我一個揮手 讓我知道一下 我們在發身份證的時候 也不在台灣印的 在美國我們把這個名單準備好 這些資料都核對整齊 送到美國 由美國那邊印 再寄回台灣 那核發身份證的時候 非常嚴格 我們那個資料都不能一錯 美國那邊馬上通知 馬上那個就註銷掉 有的人想 偷偷地改變裡面的資料 你還需要很久 身份證 來你看看 這我們的身份證 台灣政府的資料 其他都是正常的 這邊右邊是我們的美國軍事佔領級 這台灣民政務的旗 本卡核發依據如下 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究極端和平條約 第2B4B23A 根據這三條 台灣關係法 美國軍事佔領級 美國軍事佔領級 海外國公報 一個中國政策 美國憲法 以及美國軍政府管轄 加台灣民政務參議院 所發布的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 這叫做法原依據 我剛才講說 你可以應身份證 可以 可是有沒有法原依據 沒有 你要有法原依據 那法原依據是要合法的單位去做 才有法原依據 所以你剛才講的 國際法戰爭法 美國憲法 都是有法原的依據 美國憲法有沒有 國際法有沒有 有啊 然後最重要的都還不在這裡 我們發這張卡是根據什麼 最後一句話 你們看看 But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在美國軍事政府的 jurisdiction管轄下所核發的身份證 那時候也有從我們這邊派民主義自己也去發身份證 可是他不敢寫這句話 他敢寫這句話他們就完了 他敢寫這句話我看不懂 我現在跟你講一件事情 任何人要用別人的名義做任何事情 遲早會面臨訴訟對不對 你要用人的名字可以銀行貸款 你等於死 你要用誰人的名字 你除非當事人同意 甚至於你賣個Apple電腦都可以 你不是Apple授權的 你不能亂賣的你知道嗎 你要Apple總公司授權說 我讓你當經銷商你才可以去賣 你不可以自己在那賣Apple的東西 那會被告 或者Prada Gucci包包你敢賣 你賣賣看 被人家告不完 那更何況 你敢發身份證 你是根據什麼理由發身份證 你要寫一個東西叫做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哪個單位敢用美國軍事政府的名義 在這邊成立組織 成立單位發行身份證 發行車牌 如果我們是假的話 老早美國就把你修理掉了 都輪不到 過一天都不可能 中華民國只不過要升個旗 馬上隔天 不到24小時內 電話就來了 美國不是可以讓你隨便玩的 我們居然敢用美國軍政府的名義 來發行身份證 來做所有事情 所以那些傻瓜之前 訴訴事件來攻擊台湾民政府 不是笑死 來放火丟東西 最後他們都被抓起來 所以台灣的單位 有兩個很特殊單位 一個叫AIT 一個就是台灣民政府 我是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不是你隨便可以亂動的 講得很白了 很清楚了 台灣人又看不不 又聽不不 現在媒體都晉升了 不要晉升 要研究 我們目的不是要讓你台灣人怕 我們台灣民政府在這邊做事情是希望台灣人去了解事情 台灣民政府這麼有黑熊部隊 這些陣仗擺出來 去年11月15號 一萬人的遊行在街上 就是讓台灣人來準備給大家看一萬人在台北的東區遊行給大家看 我們目的不是要下台灣人 目的是希望台灣透過這樣的陣仗 來了解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來了解什麼是台灣的真正地位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是什麼 來 那個快樂法理革命 來 去年11月 不要翻那麼快 好不好 一頁一頁來 好不好 來 然後再往下 一次一頁給我看 來 停一下 在東區 來 下一頁 第一次看的請舉手 第一次看到這個 你們都看過啦 網路上都看過 OK 然後再來 那我們就不用走那麼慢 來 再翻 再翻 你看 前面是穿正報裝 後面是整整旗的隊伍 每個都穿制服 打領帶 關東旗 來 一萬人喔 你看他的裝備 正報裝 來 2015年10月15號 來 慢慢一頁一頁的走 慢慢一頁一頁的走 來 再走 再走 你看 接受媒體的各種訪問 台灣 你為什麼有印象說 在媒體看到我們在新聞舉手 沒有啊 你都沒有啊 這不是很奇怪 是不是台灣媒體是不是很奇怪 號稱有這些媒體都不敢不來 都有來啊 也都爆了啊 為什麼打人不知道 是不是很奇怪 來 台北市從來沒有一萬人穿黑衣服在街上走的 那嚇死人來 再往前走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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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記者訪問啊 這幾台的新聞跑哪裡去了 來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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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立場 這是台北市的 台灣官員平安 就是台灣最外土地 陶吉是美國 所以有跟台灣最外土地發生事情 誰說了算 只有美國說了算 對不對 所以每次中華民國 不管你要放飛彈到哪裡去哪裡的話 AIT出又變成說不行 就停下來了 對不對 還有一個這麼太上皇組織 比所有的中華民國 什麼總統都還大的 只是AIT的一個 他們還是什麼 非官方單位 是一個私人機構 你去看他官網 institution private 私人機構可以對一個 所謂你號稱是主權獨立國家 話來話去 那是不是一定很大 他只是不告訴你 這就是究竟和平挑一的結果 所以會成立一個單位 美國說了算 來 再走 回到我的PowerPoint 他們看完了 來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所以台灣的 你看 然後不需要登記 不用跟中華美國登記說什麼團體組織 不要搞錯了 是他們要跟我們登記 我們在哪裡登記 我們在美國的法務部登記 台灣民政府的組織在美國的法務部 所以我看到 那邊 回到我們官網 我們看那個 我們有一個介紹 那個還沒出來 我現在知道那個還沒出來 沒關係 不小心透露一些新的訊息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次在美國 DC所做的事情 精彩的部分 我相信秘書長明天會在圓桌會議的時候 跟大家公佈 那我這邊因為事先知道 但是不能講太多 就點到為止 我們這次在DC的活動相當的 我跟你講 是有史以來最震撼的一件事情 台灣人從來沒有 這麼樣的方式的 跟美國人在談判 在討論事情 從來沒有這麼開放的 所有的細節可以講到這地方 當然頭一次 歷史上頭一次 連中華美國連攪拌 旁邊都沒辦法蓋 從我們這體是想辦法進去 跟國會議員講點話都不行了 他們再怎麼搞 有時候是請國會議員在那邊 發表一點意見 國會議員 我們是直接跟美國主要的單位 直接面對面 討論有關於台灣的事物 不要講太多 我會要忍下來 成立六大州行政單位 辦公室黑熊部隊 全球各大媒體曝光 我覺得中華民國體系 一直搞不清楚 那麼大的版面 我們包括Paul那個 怎麼會有這麼多錢 一定很貴 連這個我也不能講 只能點到這裡 就是可以登上這些版面 就是可以曝光 哪一陣的 美國中華民國體系 就是這樣 我在內政部長 自己講的 內政部長 剛上任的時候 立法委員一直質疑 才疑 selling 為什麼不處理這個單位 一定要把它消滅掉 各個單位 包括一些律師都寫信 建議要怎麼做 才能夠把這個單位處理掉 結果呢 葉竟然說無法客觀 前任也是不知道 後任也不知道 接下去要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去谈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美国大选之后 直接在美国与G7国家代表参序 现在知道G7吗 初级班我要补一下G7 我们去看看G7那个部分 美国大选后 直接在美国与华盛西跟G7国家代表参序 会有个酒会 来回到官网看G7那个图 因为是初级班 我还是要介绍一下什么是G7 G7是什么 是七大工业国 就世界上主要的 我这样讲好了 一个国家最大是什么 领袖对不对 没错 全世界最大是什么 世界的领袖国 世界的领袖国家 这样讲好不好 也是领袖嘛 所以这个G7叫做领袖 七大世界领袖国家会议 那我们中文给他翻译什么 工业国 七大工业国 那个不足以描述G7 G7有哪些国家你们知道吗 来我们往下翻译一下 先看前面这边 G7 magazine for VIP Department and World Leader 世界的领导者 所以他讨论都是global 全世界全球的议题 他那个杂志一翻开里面 都是全球议题 这里面居然讲 台湾人的政府 然后再翻 然后再翻再翻 我就要翻到秘书长的一张 然後內容 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 這是G7 那我剛才講G7就是說 這七個國家哪七大國家 我們就翻到它的裡面 按進那個link裡面 按到這個link裡面 按進去 來 然後往前 往前兩頁 G7國家就是這樣 Profile of G7 Leaders 現在有些已經離開了 但是安倍還在 還有加拿大總理 加拿大總理是以前的 加拿大總理的兒子 還是孫子我忘了 下一張 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差不多完蛋 英國首相也換了 義大利總理 法國總理 然後這是歐盟的兩個主席 這是歐巴馬 這叫G7國家 我們因為在這邊曝光的關係 所以接下去 我們會在華盛頓DC 跟這些剛剛那幾個首領 回去會交代這件事情 給他的下面的人 於是我們也派我們的代表團 就在DC 跟這些國家的代表會一起碰面 這是過去中華民國從來想 他們都是跟什麼 非洲小國家對不對 對不對 都請他來認證他們 我們不是 我們跟G7來認證 G7七大工業國認證 你從來美國哪個國家 可以跟G7國家的代表 或外交官大使 一起坐下來討論事情 沒有啦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外交代表團 現在就要進行這件事情 預備我們接下去正式的會面 他們就要談這些事情 那現在你先預告一下 對不對 秘書長會講更多的細節 我今天先講這個 來 關回去 我回到我的PowerPoint 回到我們的PowerPoint 回到我們的PowerPoint OK 這就是 TC 就要說多八 台灣人十聽五百 十聽得懂 相對嘛 一虛一實 出幾半 現在今天講到這個 就差不多了 這就是G7國家 這個就很清楚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不同的政府 這一個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就是蔡英文現在做這個東西 那他們現在不安於事 很想自己搞自己的 他明明是屬於中國台灣當局 是在中國底下 是中國牌 安於事 他現在台灣人跑到裡面去 以為說 跑到裡面 就可以把這個殼 換一個顏色 不可能的 他的定位 已經在他的名稱底下 叫做 台灣Authority of China 法律上的定位 由不得他改的 本質 這就是台灣Civil Government 他們的本質就出來了 只有台灣人會進負 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就是你們今天來的 我為什麼要講這台灣史 台灣界頭的只有兩種人 真命之子跟比真命之子 對不對 當我在講這個的時候 就告訴你 這塊土地 是被佔領地的性質 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台灣這塊土地 到現在為止都還是 所以就金章合約 才是真是決定台灣 到底是什麼性質 但是我們這個 一講對 我跟你講 再講一句話 游離走遍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對不對 游離走遍天下 台灣人 的政府 台灣民政府 有理 所以我們走遍天下 可以在世界媒體曝光 可以在世界媒體 可以跟機身的國家交談 談判 可以跟美國 DC 新任總統當選之後 我們馬上就有新的代表團會播去 這就是我們在進行這種事情 但是美國也慢慢逐漸 來處理台灣當局 它會逐漸的處理 你就看各個方面 你怎麼看 你這張羅盾 看來 什麼 我給你們做的 我發揮 或是 在美國的 真是 你再認識了 所以它是 有了 你去哪裡 走遍天下 都要走遍天下 那天 我們回到四幸 所以來這邊之後他們也分等級的喔 你是軍人各在政治的 他是吃香喝辣的是他們 其他中國難民就是附庸附和著他們 拱他們上去也分到一邊跟 台灣人是在最下面 當奴隸來養這群人 所以你不管多少年怎麼努力 薪水永遠起不來 就是這樣 台灣人又不知道 中間少數的台灣人因為跟他 中華民國的流氓政府的奶水長大的 不管你是做生意做生意 或是要賣什麼東西 都跟中華民國的這個系統有關 都跟中華民國的這個系統有關 就是這樣 就講得很白的就是這樣 台灣人又不知道我就沒辦法 所以那時候台灣人民政府 要講這個時候發覺 很多台灣人明明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不敢進來 原因是他們都靠中華民國的 流氓政府的奶水長大的 不管你是做生意做生意 或是要賣什麼東西 都跟中華民國的這個系統有關 不管是軍公教還是做生意都是一樣 所以他怕說來了這邊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他的生計 所以他不會來 所以我們一開始吸收到 台灣人民政府的成員 都是那種獨立作業的人 要不然就是國外的很多 博士啊什麼知識分子以外 加上又不靠這個系統來吃飯的人 就會進來 我們早期的成員是這樣子 這樣知道了 還有你們這些很特殊的人物 來 回到這個 還是要講一個原則上的問題 部落戰爭 我從來沒有覺得否定 很多外面的人會講說 那你們就要當日本人 話說我們本來就是日本人 但是並沒有否定我們是台灣人的身分 我們是住在這塊土地生了四萬年的台灣人 但是我們的國籍是大日本帝國 這是一個身分 也是保護你的一個東西 不要輕言放棄 來 部落戰爭 那後來當然會產生所謂的資源回收人 就是沒有頭的人 沒頭的人 知道嗎 以前部落修台的時候都把對方殺光 對不對 後來發覺殺光不對人變少 所以他留一些人下來 留些什麼 老弱婦孺 留下來做什麼 吃飯睡覺唱歌跳舞 然後什麼 買東東 所以這群人我給他取名叫無頭人 也叫資源回收人 本來會被當垃圾丟掉的 就把他撿回來再用 當奴隸叫做資源回收人 記得這個喔 這個文字對以後我們要執政的時候 觀念要很清楚喔 我會把人分類喔 然後統治者用的手段 部落戰爭在征服對方以後 都會透過什麼 宗教語言姓氏來管理人 叫你拜也行 你過去的神就毀掉 叫你講祂的話 所以當然語言被換掉 不准再講日語 最後用姓氏 改你的姓 所以你現在的姓氏都不是 我們高叉族怎麼會有中國人的姓 很好笑嘛 是不是 他硬是丟給你的 這個就是這樣子 他們來就是這樣 取代我們的上面 所以228來的話 就殺你的菁英 把你的菁英全部換掉 我們就被逗到下面去 聽知道嗎 你就這群人努力的工作賺錢 就養這群人 整個制度就是這樣子 他會不斷的被保護 那這個是日本國會 這個日本人 我們暫時不討論 那我們就跟日本人講說 日本人你所簽的條約在這邊 就是美國才是日本的 這塊所有的領土的主要佔領全國 日本認識 來這個是要講這一句話 你講的美國軍政府 到底有沒有存在 我怎麼沒看到 很簡單 在哪裡看到 究竟那和平條約第4B 在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講美國軍政府 有啊 只要這個條約成立 美國軍政府這個單位 就不會被裁撤 你放心好了 只要這個條約 只要這個條約 美國承認 還存在 還有效 這個單位就不會裁撤 這樣知道嗎 美國怎麼樣都會保留這個單位 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不用懷疑 有沒有美國軍政府 我們還有美國軍政府的名義 發行車牌身份證 所以中華民國體系下的 任何警察單位 或什麼單位 當你看到這個車牌的時候 你們心裡面要想清楚 這不是隨便可以亂印的 所以你也不要隨便亂取締 想清楚你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你對軍政府的車牌 胡作非為的話 我們視同對於 軍政府的一個反抗行為 再講一次喔 在中華民國 所謂號稱中華民國 或是現行的行政體系下的 警察單位 如果你要來取締紅牌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牽扯到 是什麼樣的法律行為 因為我們是軍政府所核發的車牌 不是一般人自己民眾自己印的 先搞清楚 否則你才知道你在法律上 以後 是牽扯到什麼嚴重的後果 我第一次講的這麼白 Incrui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principle 主要occupying power of the following states 包括現行的組織下面的軍事單位 情質單位 還是警察單位 都是一樣 這些單位 當你在執行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台灣民政府是什麼身份 跟什麼單位 什麼組織 我們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要很清楚的了解這個 整個台灣的歷史 應該這樣解釋得很清楚 過去四萬年前 然後大都王國 日本西班牙荷蘭大清帝國 成為他們的殖民地 可是日本是唯一 不光是把台灣當作殖民地的國家 所以他怎麼樣 他花了五十年的時間 黃明化 讓內外一致建設台灣 讓台灣在短時間裡面 拉到帝國的水準 讓台灣人改姓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三格林 當我知道這個姓 是中國人私信給我的時候 我馬上就丟掉 我跟中國人無關 但是我現在合法身份 是大日本帝國的後代 當然我選擇日本姓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事情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 五十年之後 就好像男生追求女生 我買東西請你吃 我幫你打扮得漂亮 最後取進門 所以1945年4月1號 大日本帝國憲法 天皇頒布造書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在台灣就是一個結婚的動作 從此以後你不再是殖民地 而是大日本帝國神聖 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這次訴訟 它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台灣到底是 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 還是它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裡面的更關鍵的資訊就是 天皇有沒有頒布這個造書在台灣 天皇有沒有透過這個造書 讓台灣跟日本變成一體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很重要的關鍵 美國人清楚得很 他也無法否定這個事實 所以舊金安和平條約的寫作者 Dollars他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在寫這個的時候 他用字潛詞都非常的小心 大日本帝國這一次 不是 舊金安和平條約簽署的是什麼 這是日本國 天皇有沒有簽署 沒有 沒有 所以非常有趣的一些事 大家等著看 這代表什麼意義 大日本帝國領土 從此以後變成永久性的系統改變 什麼意思叫永久性 就是你從未婚變成已婚 對不對 以前未婚什麼 你是人家殖民地嘛 誰人親在什麼人來跟你 誰比較強誰就欺負你 對不對 有點像舞女嘛 隨客人 這個客人付的錢都會跟他跳舞 那個就跟他跳舞 對不對 可是你從來沒有數過任何人 直到你結婚那一天 直到你重量那一天 你開始有個丈夫 你慣了夫姓 對不對 從此以後你是屬於這個人的啊 他要照顧你一輩子啊 以前你是那種 在外面流蕩的自由市場 那邊大家可以競爭的對象的時候 誰都可以來追你 請你喝杯酒跟你上啊 對不對 可是從此以後你是誰某某人的老婆啊 是有名有姓的耶 對不對 他要照顧你嘛 所以從此以後 台灣人民 效忠天王 換取他對你的保護嘛 這種幾乎像是結婚的動作行為嘛 用這個來解釋台灣人才知道啊 可是結果要求 因為現在老公現在變成要打敗 躺在地上不能動了 那這個很要求的佔領者 美國又把以前 你欺負你的男生又把他抓來 再欺負你一次啊 那就是中國人啊 再來欺負你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很痛苦的情況耶 70年被糟蹋耶 我們之後來到法院裡面 把這個我們真正的身份 跟我們的位階弄出來 透過法律程序把它掀開來之後 美國才說喔喔不對了 這件事情大條了 這已經違反很多道德上的問題 人權在這邊完全被剝奪 因為我被你佔領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國際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整個政治系統 你不可以發我護照 你不可以叫我去當兵 你不可以把我的孩子抓去送你們的教育 全部每一樣都抓到 你不可以大量把中國人移到台灣來 美國做到了 這叫做種族屠殺 種族滅絕的行為 你當人口的改變 結構改變 語言改變什麼 你這些人怎麼辦 那是有計畫性的屠殺 台灣人不知道耶 更糟糕的是你已經開始認同他了 那是最慘無人道的事情 你殺了就殺了嘛 現在是搞改變他的認同 整個orientation整個換的方向 這個講以後更深了 所以你們台灣人要知道你是FOMO 我們老的會是FOMO 我們的國籍是by law 透過法律來決定 就是大日本大日本大國区的臣民 效忠是日本天皇 group identity 這個是從血統上面給大家證明 那最後我講了這個台灣人 到底是什麼人之後 日本人發現了 所以日本人做了一個專輯 三萬年前的航海 徹底在線 把台灣人從哪裡來出來了 日本人 把日本的祖先找出來了耶 是從哪裡去的 台灣嘛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沒有上過這個課喔 透過DNA 把全世界的人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 出來了 這是國家地理頻道所做的圖 那所有現今活在世界上的人 六萬年前來自同一個地方 什麼地方 我們看到沒有 這是箭頭尾端 都從這邊來 非洲 東部 所有世界上的人 包括白人 各種人 總都從同一個地方來 就是非洲這邊 有的往六萬年前 不管是什麼原因 大家開始離開了 有一部分 有的人想說 大三老是 我不要有興趣 台灣人對著來 從這邊來出發 到南葉門 再來到印度 四萬 六萬年 五萬年 四萬年 來到馬來半島這邊 爪哇 你就想說有一群人 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離開 開始流浪 看到印度這邊 覺得很漂亮 就待下來 一部分待下來 就變成現代印度人的祖先 在五萬年前 來到印度 那如果不喜歡的人 繼續流浪 再往前走 就來到馬來半島 再不喜歡 來到這邊 來到哪裡 總算來到台灣 四萬年前 四萬年前 還不夠繼續流浪 到哪裡 日本 再不行在哪裡 韓國 我現在講的 用現在的國名 來代表 其實它是位子而已 朝鮮半島的北部 最後進到所謂的 中原地區 然後最後 在哪裡 西藏這個地方 時間是這樣 到中國是兩萬多年 這樣有意思吧 所以那種韓國人知道這件事情 好高興喔 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中國人氣得要死 因為他很討厭韓國人 但是沒辦法 這事實 科學證據 我跟你講說 我講科學證據 DNA 他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韓國人好高興 問題是韓國人是哪裡去的 日本去的 對不對 你們看圖 韓國人是日本去的 日本哪裡去的 台灣 現在知道了嗎 可是以前 因為歷史上的扭曲 日本人都一直以為 他祖先從中國去 或者蒙古去 結果很不失 所以他們就做這個專輯 他們由這個教授 國立科學博物館最新的冒險企劃 我四年前講 五年前講的 然後到最近幾年 開始發表 你看他把這地方挖到的人股 三萬年前 三萬六千五股 人的股孩都找出來 符不符合我講的時間歷史 完全符合 所以他們就仿照當時的人 就坐了這個船 要從我們的東岸 跑到日本的石原島 沃奇奈華去 然後最後進到日本 日本人現在總算認主歸宗 扯到台灣來 這證明我們講的是對的 最後我們是中國人的祖先 所以你清明前去拜中國 當你的祖先 你就被祖先了 你知道嗎 你被你四萬年以來祖先 是他就要我們拜 不是我們拜 我搞錯了 全世界沒有一種人 全世界沒有一種人 叫中國人 有 你告訴我什麼 漢滿門回 張苗瑪的弟弟就認不出來 到底哪一種是中國人 講不出來 所以中國是一個統合 是一個政治名詞 就好像沒有蘇聯人 有沒有蘇聯人 沒有啊 有烏克蘭有什麼對不對 有波蘭有什麼以前的蘇聯 前蘇聯 它是不同人 或國家合起來的一個合併體 所以事實上沒有一個人 叫中國人 有的話你把他的血液抽出來 我們來對對看 我看我的血跟他不一樣 不一樣就 對不對 那就不是啊 問題是他抽不出他的血 我們抽得出我們的血 相對我們比他們來講純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四萬年 每個人外面混 直到最近幾百年才開始混 所以他記錄在上面 相對他們的祖先 可以這樣追追追到台灣來 對不對 你看這科學證據 由不得你亂講 對不對 他們要拜我們當祖先 然後他們進行一些 結果人們受到他的教育洗腦之後 以為要 用人類編的歷史 所以不要用編的歷史 歷史是找出來的 歷史不是用編的出來的 所以那個Dotter Spencer 那個計畫主持人講 也很明明 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 最偉大的人類歷史故事是記載在我們的血液裡面 不能用騙的 那我確定你們的人種 你們不用擔心說你被阻 你們沒有那件事 反而誰是雜種 他們是雜種 幾千年來幾萬年來 所有的人在裡面部落打一打去 互相交換人是不是雜種 是啊 那我們在這邊四萬年沒跟外面接觸是不是存種 相對存 我沒有說絕對存 相對存 對不對 沒有錯啊 相對於他們的大雜燃 我們是存的 而且可以找得出來這DNA的源頭 所以如果這樣說 有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啦 幹嘛福建人 沒有福建人啦 都沒有嘛 你有的話把那種人種的血液抽出來 跟我講說定義 這叫客家人 所以那時候中國人聽到說 不要再講 我們都是華人 我說什麼叫華人 那講華語啊 什麼叫華語 那是不是講英文就是英人呢 是不是 照你講說語言是定 所以語言不是定義一種人種的方式嘛 生活習慣也不是嘛 你個人認同也不是嘛 是什麼才是 你的血嘛 你身上流的血告訴你自己是誰嘛 所以很多黑人 我問你歐巴馬是黑人還是白人 歐巴馬是黑人還是白人 你講不出來喔 一半白一半黑嘛 那你為什麼說他是黑人 那就很好笑很奇怪對不對 歐巴馬是黑人白人 你老部是純種白人在Kansas耶 為什麼你認為他是黑人總統 是不是就不公平了 我跟你講更不公平的事情在後面 很多在美國在非洲的黑人 其實他80%都是白人的血統 因為黑人的性真比較清楚 你知道嗎 你看就像黑人 不然你去搶 要不然你自己做實驗嘛 讓你的女兒去 不是你們這個年紀 你的女兒去娶一個 要嫁給一個黑人 兒子去娶一個黑人 看看你們生出來的孩子像誰 人家會覺得黑人嘛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性真比較清楚嘛 人家會認定他是黑人 不會認定是亞裔嘛 對不對 泰克屋子你覺得他是黑人還是亞裔 他是亞裔耶 他不是黑人耶 他只是有一點黑人在那裡 在那裡想說黑人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不能用外表來控制這件事情 好啦 今天要講太多 我要直接跳到日本時代了 這個是叫你們把人分類 有頭沒頭 跟動物一樣的人 你們現在來上課就是要當官 你以後會派你們 一個人要管多少人 六十萬人 有的人在皺眉頭 那時候我問有人說 你有沒有管超過一千人的公司 沒有人舉手 後面有一個抬上去 我管兩千人 就好了就好了 跟你拍拍手 但是不夠 我們要管六十萬人 一個人 兩千四百萬人 我們有四千個官員 去管是不是平均一個人六十萬人 你會不會怕 你會不會覺得自卑 沒有管過 可是你不用擔心 歐巴馬也沒有管過三億人 對不對 是不是 歐巴馬從選舉 直接跳當總統 可是他為什麼可以突然之間管 他可以管 你當然也可以管 因為有系統 有制度在訓練你 歐巴馬也是經歷過系統制度 他旁邊有那麼多幕僚 在幫他做事 我們要的是一種特質 台灣民政委要的特質是什麼 講到這我在講另外一件 我們要的特質是對事情 你們今天來上課 是希望透過我上課 改變你的請舉手 你今天來這邊上課 希望透過上我的課 改變你這個人的請舉手 沒有啊 不覺得啊 只是在聽聽看而已 有沒有覺得希望改變 有的人舉手 有人覺得是 同意 我跟你講 舉手就錯了 你知道為什麼錯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 你跟你的家人 是不是相處超過 三十年四十年 對不對 你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 每天跟他講話 請問你有沒有辦法改變他 不可能 對不對 沒有人改變 那你為什麼 你都改變了 為什麼跟我上課兩個小時我就可以改變你 不是 我跟你講 不可能 因為時間那麼短不可能改變你 那你要應該問下一句話 既然不能改變我來上什麼課 我來上課幹嘛 我希望得到改變 那我跟你講你原來就是這種人 你本地就是這種人 本地是什麼人 就對事情的是非對錯很清楚很盯緊的人 就不能再說了 你殺人 才會來上我的課 才上的下去 才不會打瞌睡 要不然就在後面 打哈劍 然後都要來睡 就是因為你本身是什麼 對事情的是非 你在外面的世界的時候 外面有毒的世界裡面覺得很奇怪 逗賣不賣嘛 對不對 你講的一套跟實際上發生在中華民國的一套 出國都不算 對不對 可是來到這邊經過法理的訓練之後 你原來對是非善惡對錯很在乎的人 你马上就得到好的土壤 好的滋养 你就长大了 你就听得下去 所以我今天来这边上课在做什么事情 在筛选人 不在教育人 我没办法教育 我自己当老师当了超过四十年 四十年不敢相信 我几岁 不敢相信 我跟你说要四十年 我当老师当了要将近四十年 吓死人 三十八年有了 有久吗 我不觉得人可以被改变 你也有人说 他本来就是这种人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让他跑出来 所以我们在做筛选人的工作 你是什么人就留下来 筛选是在台币 又又掉下去 好好紧紧的靠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这样的人才可以当民政法官员 民政法官员要求什么 对法理很清楚 对是非对错很清楚 对逻辑很清楚的人才可以当官 对不对 要不然你自己都情绪 就把你摆来摆去的人 是不能来当官的 当官的人头脑要清楚 逻辑要清楚 是非要清楚的人 才可以来当领导者 没错吧 这个领导者我们就给人分类 你要管人的话 你要把人分类 不可以所有的人混在一起管 你不可以把会计当作总经 当作Sales Sales跑去管行政 行政跑去 就会乱掉 那公司一定倒 对不对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特质 你要把人分类 事财事所 摆在对的位置 你才可以统治 对不对 那我先基本的分类 就是说有头跟眉头 跟吃吃脚走路的人 可能不相信这是什么东西 很简单的啦 先讲事下面 高雄要有很多人 高雄 少年人晚上没睡 在肚子快闷 警察把他抓下来 少年人你在搞什么东西 就你知道少年人被抓到警察局 吊人当 抽烟 送 警察听了傻眼 那你讲这是人话吗 旁边的警察说 他当然讲的不是人话 他讲的是动物的话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不把人家当死活啊 他觉得爽啊 因为他就是动物啊 当他发情的时候 当他那个劣食的本性 跑出来的时候 他讲的就是砍人 他看到漂亮的女生 就想上 他看到食物 就抢来要吃 叫动物 那对于动物 你可以用食物控制动物 对不对 你可以用大象去 单脚独立 你可以叫狮子跳火圈 你可以叫杀人金钟海里面 飞上来 就吃你那小只鱼而已 是不是用食物可以控制动物 所以我现在在讲人 我不是讲真的动物 我讲人 人像动物一样 社会里面 社会里面百分之四十 像动物一样的人 你不要小看他们 他们可能开的是 是兹火圈 是跑车 住的是地宝 有四人飞机 可是賣收水油給你喝 現在知道我在講誰嗎 你們都不知道 都忘記了喔 吃了那麼多毒都忘了 是不是 你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集團嗎 他的上面那個人 聽說信物 對啊 你不曉得他開著跑車嗎 你不曉得他很有錢嗎 你是在台灣長大的嗎 不是 你從哪裡來 南非 南非 抱歉 在台灣有這麼一個人 後面的待會可以解釋給你聽 有這麼一個 前一陣子在台灣 有那種收水油 就是人把那種動物啊 越南去買那奇奇怪的油 給你經過改良之後 符合所謂的標準 然後賣給人來吃 然後你都搖頭 怎麼可能就是在台灣就是這麼有可能 而且供應給大部分的人在吃 你說你的油的來源 其實是人家那種什麼奇奇怪的油啦 就是已經是廢棄物 都要整理出來 經過他提煉的過程 所謂的chemical process 然後再給你賣給大眾吃 那這件事情被翻開以後 我才知道這個人 開的是Laborgine跑車 住的是Mansion 然後自己有 私人的jet flight 那麼有錢就是背這種 用這種很不道德的手段去獲得 這就是我講那個人 那個很有名 我一講台灣人都知道 因為你南非來 所以你不知道 那我跟你講那種人就像這樣 你不要小看 他是人 可是他只要他要的東西 他不管別人的死活 他就是這樣做 所以我說他像動物一樣 他的driving force 這些人他的 meaning of life 或者control他的 behavior 是像動物一樣 animal-like 這樣知道了 然後這中間就是沒有頭的人 沒有頭的人就是他沒有效忠對象 他的世界裡面沒有absolute 沒有什麼東西叫absolute 什麼東西叫pragmeticism 只要這個事情works 真的能夠有用 他就覺得他可以接受 可是上面是有頭的人 他是什麼 真善美 對他來講有absolute 什麼是絕對的真 truth 然後beauty 跟goodness 既然南非來 我就混音英文就ok 就是對上面的人這樣 比如說有個傳教士 來到台灣 熱身療養院 一個泰國就是leopard 那些人 一輩子幫他換藥 一輩子從年輕的時候 高大英俊 娶一個漂亮老婆 帶一個可愛的baby 來到台灣做一輩子 都沒有ask for any reward 他都沒有 就每天過很basic的 吃穿喝 台灣人看到覺得很感動 所以就寫一個支票寄給他 要嫁戶籍 結果第二天 他又把這個支票寄出去了 他說我不需要 I don't need it 為什麼 因為他是有頭的人 他效忠他的主是誰 上帝啊 上帝叫他來這個地方 做這件事情 他就做 因為他這輩子please的對象 是上帝不是人 也不是錢 對不對 錢不會讓他happy 只要他上帝happy他就來 那上帝不准不happy 他跑來台灣 他就 叫他去非洲 他就去非洲 變成sweizer 叫他印度變得雷莎修女 對不對 看上帝叫他去哪裡 所以他這輩子存在目的 就是要取悅他的神 那叫做有頭的人 所以對有頭的人來講 真善美很重要 沒有真理當作前提的善是偽善 這樣知道嗎 台灣人很多人要行善 可是你沒有以truth當基礎 你的善變成偽善 你的美也是虛假 是來disguise 要欺騙人或偽裝的 這樣知道嗎 所以他們是以真理當作基礎 foundation是truth 沒有這個的話都不用講 對這種人來講 那這些人才可以 這就是我們要的 最後就是把人 把你們選出來當這裡 之前你們在下面 我們要人一樣的頭 就是要效忠對象 效忠什麼 效忠這個土地人民 效忠天皇 你知道你的身分之後 你會效忠嘛 就像以前部落戰爭的時候 你有頭 後來頭被砍掉以後 你就變成剩下那個沒有頭的人 就到處可以用 所以這些沒有頭的人 到哪裡都是一樣 比如說97之前 他們就開始 中國要管了 他就開始跑跑 移民加拿大移民哪裡 都一樣 他到哪裡都是一樣 都是recycle man 他是都可以被用的 他到當地就是繳稅 交給當地政府 那至於誰管都ok 他只要他的生活quality 好就好 那我們不是 我們當你選在有頭 就是you have loyalty to ok 你要pay loyalty to這個 台灣最愛土地 based on truth based on law 就是要把國際法戰爭法 來做這件事情 這要堅守的 這要堅守的 好啦 那我們最後看你們一段影片好了 我們直接介紹 我介紹照片給他們看 要不然時間不夠 我讓你很短的時間看一下 日本的日本時代的 這個才幾十萬人 才多少人而已 那我直接跳照片 因為你從南非來 比較少看到有關於過去台灣 等一下 你讓我按 按完這個照片好不好 那個 你跳照片給我按 你把照片調出來給他們看 你把照片去北京 儘快 你在台灣受到高中教育嗎 大學 國小畢業出去嘛 所以來 先讓你知道一下 因為我們missing part 就是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 過去你都沒有 所以我讓你看一下這照片 這是1885年 1885的時候 Dr. McCade 從Princeton 他是Canadian 來到台灣 這個叫做傳教 你知道馬街醫院 那時候幫台灣 他不光是Princeton 他也是一個Doctor 他幫人家拔牙齒 那時候他是Prasbyterian 然後那時候台灣人平均說明35歲 不到20歲就當爸爸 30歲就當阿公 然後就死掉 平均說明35歲 很慘 那時候在大清帝國統治底下 非常慘 因為大清版就很落後 他更何況對台灣的殖民地 不會超好照顧你的 那時候就以前是這樣子 他們來的時候就是主日學 Sunday School 開始教育 那時候的台灣是長這樣子 給你看一下 1885的時候的台灣 這什麼 阿嬤在幹嘛 賣檳榔 對 賣檳榔 檳榔西斯 對 賣檳榔西斯 應該找阿嬤比較適合 因為大家都不會想吃 對不對 那時候是日本 北白川宮慶王來到台灣 那時候因為甲午戰爭之後 大清帝國輸給大日本帝國 所以大清帝國皇帝 割讓台灣澎湖 跟遼東半島 給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這個 下關條約是 Between China And The Emperor of Qing Empire 所以這兩個 英國之間的地 OK 所以之後 The Emperor of Japan Took 這個 Hole Island Fomosa 跟Pescador 就是另外一個小島 一起 變成日本天皇 那之後 Step by Step 變成一個 Sovity 它開始有這個 主權 Sovity 在這個土地上 From Colony 變成 有Sovity 的一個 Island OK 所以第一次建構台灣主權 是在日本人手中建立起來的 然後他軍隊就進來 然後 那時候高殺族反抗 你知道高殺族為什麼反抗嗎 因為大清帝國那時候 其實只有佔領左半邊 右半邊不是他們的 那時候 輕的力量不能 到 East Coast 整個東半部的 Fomosa 所以日本拿到手上 覺得 怎麼會這樣 你賣房子 連隔壁鄰居的房子一起賣掉 對不對 那個高殺族覺得莫名其妙 我這邊日子過好 突然日本人跑進來 說這土地是他的 是清早把它割掉的 所以日本人就跑去問美國 為什麼問美國 因為本來現在 United States以前 也不是美國人在住的 對不對 是誰 Indians 那Indians以前也不叫Indians 是很多Tribe在上面 Indians是美國人以為 這是India 不是 這是Indian 然後就改成了Indian 那美國給他的 答案是什麼 他們叫做Tribe 他們不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他們是部落形式 那怎麼會把這樣 就是conquer conquer them 所以日本人就是conquer 整個東半部 然後最後把整個台灣變成 一個整體 所以建立主權在日本手中 十年理番政策 這就是理番政策一部分 願意歸順的高殺族的頭目 你看年輕人拿著竹竿 上面是什麼 人頭 你看父女在跳舞的時候 手上拿著什麼 人頭 你看看 你願意歸順的話 我就教你用最新的武器 然後這些日本軍官 頭目 兩個腳中間都是 Behade的那個head 都是頭啊 人頭啊 所以那時候日本人說 你不可以再這樣做 就開始給他們受教育 結果受教育的時候 他們反抗 就跑到學校裡面 把小孩子都殺掉 所以這是日本老師 救了這些學生 救起來的照片 你看 開始接受教育 然後是第八年的時候 小孩子是畫的畫畫 然後經過很短的時間 幾十年之後 台灣改變了 你看現在人變這樣子 每個都很漂亮 對不對 從以前那個翻 大清帝國的翻 日本時代的台灣人 每個都漂亮 我跟你講有氣質又漂亮 你們會看人嗎 這第三女高 第三女高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 我媽媽這個學校畢業 第三女高 就是現在的中山女中 你看好看嘛 這些女生好看嘛 有氣質嘛 以前的到旅館 我給你看日本時代的 台灣的照片 台北工會堂 你看 那個內部 1930、20 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他們以前的那個 餐廳裡面 這種譬如說西餐廳 有冷氣 這叫三線路 三線路 跟大清帝國完全不一樣 那時候就有Baseball Team 以前台灣人 全台灣各個小學 Elementary School 都有Baseball Team 每個人都有CAP We are talking about 1930s 在台灣 FOMOSA 是這個樣子 有棒球手套 每個人有棒球 有對齊 有教練 我手邊有幾百張 那時候才可以打到 日本的CAP 夾子園最後的Final 這全面 那時候的公車 台北車站的前身 草山旅館 建宗的學中 建宗的學生 哪裡 UROPA 不是 館前路走到後面 就是博物館 台北的博物館 沒有人會在colony的地方 蓋這種museum 沒有 除非是他自己的領土 他就這樣做 來 我們放一下影片給他們看好了 我現在這邊很快的按 那你隨時準備影片 待會隨時切進來 你看以前 你看 台南女中的 台南 台南師範 你看 影片可以的話 就放進來 沒看 這高雄的卵式棒球 喔 好吧 那你把它換掉 我等你 你直接把它拉進來 好 我們看影片 我們待會可能要跳一下 因為時間不太夠 來 直接你先 你先按play好不好 對 然後再把它放到 把聲音變小 好 台灣 我日本的富水泉 日本領土 是一種熱帯及安熱帯地 1895年4月17號,馬關條約,什麼都可以簽訂之後,台灣貴族我國 明治28年6月17號,總督執政,做了一段紀錄影片 新興的改名 你看現在的台灣跟剛剛我們看到前面的照片完全都不一樣 日本統治之後,整個台灣的自死完全 改例之前,台灣被清朝政府當作畫外皇帝 台灣居民當作畫外之民 改例之後,日本政府自立同化區以帝國成名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became a subject 拼命土匪的探亂 進行產業指導教練,鐵路、港灣、交通建設、通信、衛生整備 治水灌溉、禮番、交易普及 不管地方制度和軍事方面都非常完備 那就是台北 台北有夜景,表示他的infrastructure做得很好 台北有電線配 好,跳一下,跳一下,跳一下 三線路這個,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台北州廳 那時候台北州,台灣分成六個州 日本時代,知識代表集合敵書 台灣軍司令部 司令部 中環研究院 台北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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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豬師位設 然後這是總督府的官邸 台北θ 台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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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往北 你看剛才那個Museum就蓋在這邊 從火車站出去走到底下這個 然後這是 台湾日暴社 公車 好 這邊稍微跳一下 鐵道旅館 好 有人力車 然後直接走 待會是中山北路 以前叫做 中山 其實以前叫表餐道 走到底經過明治橋 後面是圓山 圓山上面是神社 台灣神社 好 再跳一下 好 這是公會堂 這是museum 我們看看museum 還有radio station 台北放送局 它有兩個語言 日文跟台語 棒桑 來 跳跳 這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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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工 電球 Sinn Suga 那時候新竹 茶葉 你看日本時代的時候 茶葉怎麼做 他們有一個日東紅茶 前面都是手工沒有做去栽彩 塞桿 你看 全部都是 現代化設備 弄完以後 進到這個 輸送袋上面 去分類 然後包裝 你看每個人都帶髮套 保持乾淨 不會骯髒 輸送袋 裝罐包裝 運送出國 日東紅茶 現在還有 台中 看一下台中的風景 你看他們這裡有柳川綠莊 非常漂亮 那是新興城市 日本人拿到台灣之後才蓋起來的一個新的城市 你看街道好漂亮 路燈 日本人做事情 真的是 有台灣的金庫之稱 幽靜而美麗 好 再跳一下彰化銀行 台中周廳 再跳一下 台中公園 再跳一下 台中公園 再跳一下 台中有噴水池 日月潭 就是影響到台灣的中部 這邊的agriculture 就透過這個日月潭的 這邊 事先發電 Electricity 最大的一個發電廠 power supply 都從這邊來 台南跳過 台南跳 跳 這是嘉義 這是木材方面 來 再跳 嘉義加農很有名的棒球 再跳 來 這是糖的部分 糖也是日本人在台灣做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從一開始沒有 到後來 糖已經主要的世界第四大的生產地方 在日本的時代建構起來 從零開始 帝國製糖出資位置 包括鐵路 都運輸 包括裡面還有實驗室 糖是一個關鍵性的產品 為什麼 糖可以把水果順便運出去 變成糖漿 鳳梨都可以裝罐頭送出去 也可以做煉乳 也可以後來提煉 變成酒精 變成工業燃料 Industria用的 你看 僅自於古巴印度 台灣那麼小 古巴那麼大 都僅自於糖業中心 台灣是主要產地 好 再走一點點 我們看一下那個 耕耘的方式 你看 那時候就是這樣子 日本人 在做那個 翻譜的工作 來 再跳一下 看實驗室的地方 直接跳到實驗室 然後做成酒精 喔 boiler 而且非常的環保 鋪 鋪 可以回來再修 做得很燃料 所以不會浪費能源的做法 無水酒精的製造 來 再跳 再跳 唐葉試驗所 你看 以前有那個 做research的地方 一直看看怎麼樣提煉更好的酒精 那這邊特別要講是 所有的agriculture供應的水 烏山頭水庫 所以倒座才可以變成 一年一座 變成三座 可以做三次 可以做三次 你看 20里 支線281里 很重要的木 來 再走 短水道 水馬上就跑到海裡面去 收集起來 替個支流 你看以前高雄 我要看一下高雄那個港 以前高雄港 回到前面一點點 再前面一點點 對 以前的高雄港是這樣的 日本弄很短的時間 高雄港就整了 再跳 再往前跳 好 再跳 我們直接跳到後面 那個 馬子里的地方 跳 跳 直接跳 再跳 再跳 你看 沿河邊的這個 好 再來再跳一點 馬子里 祭典 好 再跳 看輪船 固定都有這些 transportation 從日本到台灣之間 很頻繁的輪船 還有地底電纜 還有飛機 然後看飛機一下 這是航路 無線電話 還有飛機 好 OK 就弄到最後 好了 最後特別講一下高雄族的 保留他們的傳統 語言 姓氏 Takasako 好 我們今天出擊班到這邊 希望大家堅持 擺個課上完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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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我們請下